阿董,其實應該都缺了很多人 除了教育部長、清大校長 還有什麼?還有媒體 是什麼媒體在扭曲焦點? 我們今天來看 這整個是一個季節的劉曲 今天的重點不是在台頭 也不是在駐紙 今天的重點是在修飾和一個季節 今天這些學生案要出來 我感覺陳偉廷這個年輕人很不簡單 他馬上把焦點又把它移回來 是因為什麼?因為反學費商品化 因為要反媒體的巨授 所以他們這些訴求這些學生人 在那種天氣那麼冷又落後 他們要出來帶我們人民來發聲 這真不簡單 我今天就要問 我們的問題是什麼樣的心態? 他們先來操作一個說 你叫做態度不好 再來 來操作一個叫什麼?叫做姿勢 蔣偉廷那個叫做佛心照 這是佛心照嗎?我要問問看 蔣偉廷這個叫做習慣性的搓手 習慣性的搓手 這是一種傲慢 我看到蔣偉廷習慣性的搓手 我就想到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想到誰?龍印台 抵著下巴 完全是一種 這是沙龍照 說像文化氣息的 這是教育的一個搓手 一個這樣抵著下巴 再來說 都是權威 都是權力 傲慢 完全是傲慢 連這種搓手的動作 能夠變成佛心照 能夠變成說謙卑 這樣還有事費嗎? 大家應該要聽的是 今天陳偉廷說的事實是什麼? 這個學生孩子 他的背景 他的媽媽 已經過世了 是花龍的員工 他可以說 是一個艱苦人出來 這跟媽媽招整個心態就不一樣 我現在還要說 我們現在要問 真的要問的是 我們衛官政府的心態 剛才佣教在說到 包括創定整個教授在開刀 衛生人家拆會打 我知道整個月都沒睡 三點五月的時候 創定整個教授拆會打 我就在現場 我手機都在外面下來 我們現在 包括說對學生 為什麼 會有很困 會有很頓 對一個教授 為什麼要拆 要打 很簡單的 我們 用膏也從事過很多 我們雞頭的運動 如果是拼命 跟警方 我將一直在警方協調 為什麼什麼原因 為什麼到欲報 會有白色恐怖的動作 可以對創定整個教授 買那些壓慢 很簡單 我們現在就是 馬營救政府 所有的警察就說 說我現在不適合 總統府 電位一直來 這樣說 總統府電位一直來 不然我們以前 一定有辦法 總統府為什麼 怕人民抗議 這就很簡單 就在開刀上面 總統府只看到這些人 看到兩台車 三台車 他們就怕憲 所以他們現在怕什麼 怕人民的聲音 他們怕像創定整個教授 怕像這個核心 我們的核心 陳偉廷 他們怕聽到人民的聲音 所以他們要消滅 所有民主的聲音 所以他們要打壓人權 就是這樣 所以在問 問媽營救 你的態度是什麼 你的政府 現在是在做什麼事情 違反 這邊我在看這個核心 小孩的事情 其實正反面病程 不過 我剛剛在說是因為聽了媒體 那當然可能是聽了聯合報 不過聯合報在前天的社論 那麼它的標題說 當你要批評這些學生的時候 請先想想自己 所以聯合報在前天 它可是用社論 它支援學生 講學生沒有錯 是你們這些 要好好的去想想自己 記住 這是用社論去寫的 所以換句話講 聯合報轉向 聯合報發現了 發現了真實 那為什麼 當然 我們就講說 政府的心態是什麼 學生這訴求有錯嗎 我們主要是在看這個 來 志明 我想陳薇婷他這個事情 其實我們姑且不論 就是說他自己 也為他自己的所謂的態度 出來道歉 那當然這幾天 很多的電視媒體透過鏡頭 那這樣子大放送以後 當然就是如主持人說的 有一些人他是覺得是很不以為然 那有一些人呢 也很挺他的這樣子的一個作為 甚至也認為說 他真的很有勇氣 那我要講的重點就是說 其實我個人 我是覺得就是說非常可惜 就是說你到立法院去 然後這樣子的一個場域裡面 你沒有真正的有機會 去把大家的訴求 做一個很好的表達 那當然也是因為態度的關係 所以呢就轉向 整個的焦點轉向 那其實這些同學 他們忙了半天 忙了這幾天 真正的重點是什麼 真正的重點就是為了 反對這個媒體的壟斷 當然也有學生呢 他們的高學費的這些意見 那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呢 我們現在也不要去管說 這個教育部長到底是在戳手呢 還是很謙卑 我覺得這個也都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說有沒有注意到 在發生這件事情之前 有沒有真正的傾聽這些學生 他要反映的這些重點 跟他這些事情 他跟警察說 重點是在這裡 就是說有沒有在 當他可以有機會 去聆聽的時候 有沒有去真正的去聆聽 那當然到了立法院以後呢 我看也是因為在不得已的狀況下 那說老實話也不鼓勵啦 平常講 在立法院這樣的場域 然後立法委員 這個也破壞了這樣子 我們在立法院的一些 一些意識規則 跟他這樣的制度 然後呢 讓學生 陳維廷他個人這樣子 一個方式在表現的時候呢 我只是個人覺得說可惜 那當然他為他自己的態度出來 道歉的時候 那我覺得至少他還有勇氣 為他自己的態度來道歉 那是不是現在 我們就把真正的議題跟焦點 還是要回歸到 真正學生所關心的 媒體可不可以壟斷的問題 馬英九說道歉力量會更大 從陳維廷道歉這個事件還發現 還真的 我發現陳維廷力量更大了 因為接下來是等著你要道歉 現在抗手山域已經丟出去了 已經丟出去了 現在就看看馬英九 你下面的這些官員道不道歉 看看你校長道不道歉 不過在這裡有一件事 要告訴大家說 如果大家把陳維廷 在立法院備詢所講的話 把它聽完以後 你就發現說 當時媒體就撿到最後那裡 三句話 什麼你是偽善的部長 你是什麼的部長 其實他前面對於高學費 對於媒體壟斷等等 他論述得非常的清楚 我記得我昨天在這個節目 我還播放了兩次給大家看 全程喔 我把這個學生講的話 全程播放給大家聽 其實很低 他說兩分鐘至三分鐘而已 他只有講 但是他論述得非常的清楚 後面呢 那十秒鐘就是在 在講說 部長你應該跟我們道歉 都在講這一段 整個語氣從頭聽起來非常平和 其實沒有不平和 但是加上 當把它剪成 只有那十秒鐘 他在問部長 其實他不是在問部長 他是在背詢 在講說 部長應該跟我們道歉 然後再加上 部長這樣雙手合十 在下面那個動作 哇 都不一樣了 所以有時候想想說 我要把國旗從總統府拉下來 當時高毅肅在演講的時候講這個 我要把國旗從總統府拉下來 我告訴你 警察要去你抓人 他後面補了一句 到南京升上去 那一些 那一些所謂的特務人員 馬上都退回去 你要怎麼抓 所以不要只聽一段 這是很重要的 其實喔 那這個力量又更大 我們看到這個 這個學生 他的勇氣 他的就容易産生了 但是我們的政府 到現在 連到這句話都缺了 這就是代表這個政府 應該徹底去反省 另外 我們就知道 瓜里兩次 兩次 這話都在說 我們說 為什麼反對這個 媒體的獨占 就是這個最大的原因 因為 他的總經國 屬私的真相 來扭曲 黑龍世道 中對的事情 他講得不對 我們這樣看到 美國總統 歐巴馬又連任了 他對到 學生人的照顧 他同學學 他對到 散散的人 他對健保的實施 讓這些人 負擔更輕 讓學生人 讓國家的經濟 有辦法去提升 但是我們看到 我們的政府 現在不斷 來打壓 我們的共産 改進 甚至 我們的技術力 另外一半 對到學生人 這些國學的政策 對到學生人 未來的發展 產生很大的影響 這幾天 甚至說 公費留學的學生 如果經燃 補助增加之後 加一個條件 不用回來 台灣的服務 直接說我 就好 這又為了 教育部 要補馬英雄 會大腿 因為馬英雄說 報紙特殊 不用光金回來 沒關係 這很奇怪 沒有一個國家說 讀完博士 叫他不要回來 叫他不要回來 這樣保障 沒有一個國家說 這樣保障 可見 這個經國教育政策 雖然這麼大的落差 我們的孩子 有這個勇氣 站出來 向教育部長 說出這些話 向社會 說出這些話 結果 我們的媒體 如何對待我們的學生 而且我們看 走在這裡的媒體 強迫這個孩子 放在這裡 這個定義是 一個教育的人 說 你怎麼對這個人 這麼沒禮貌 你還要給他洗一洗 這就是現在的社會 這就是現在的媒體 你在說什麼 聽不懂 這就是教育部長 還要給他打的人 放在這裡 你在說 以前有一支電影 叫做洪淳節 沒有啦 這說了 這說了太清楚 觀眾朋友 聽不懂 但是我們今天要說 就是 這個事情 就是不屬於 我們要去了解 為什麼這些孩子 站出來 說這些話 我們夠保護的態度 是什麼樣 我們學生的那些人 大家都知道 你如果聽人家說話 手在搜尋搜尋搜尋 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對你說的話 我根本就是 沒中心 再來就是 白髮 自體語言 這七彎的路 就是隨時要幫你打斷 不要再讓你說話 我要說我的話 我堅持我的力量 這是自體語言 這基本上就是這個意見的標示 所以這個動作 他造成這麼大的手段 但是我們看到這個孩子 他繼續面對這些問題 但是 我們的政府 完全沒有面對 相關發生的這些事情 建議 其實我剛才看到陳偉林 在專訪面頂 劉莫塞 還看到陳偉林 他跟他的校長 在媒體頭上 公開度假期的時候 其實他在講話 已經有點想掉眼淚了 我們知道他很委屈 但是今天想到回來 我們在這裡應該把陳偉林 加油一下 因為如果這些年輕人 如果不站出來講話 我們台灣的政府 為所欲為 今天我們一些台面上的 說無人緣 你們今天在做的事情 這些學生看不開 要站出來跟你們說話的時候 要跟你們訴求 要跟你們說 希望你們聽他們聲音的時候 你們完全視諾無睹 但是我今天會說 天氣這麼冷 這麼多學生 他本身 沒有具任何的利益色彩 沒有具任何的政黨色彩 他們只要一個正義 他們希望就是政府 聽到他們的聲音 但是現在剛才就是說 這些政府 如果沒有聽到他們的聲音 說給一些封建思想的守護者 包括一些片面的媒體 壟斷者 他們完全就是說 斷倉區域 來抹黑這些孩子 但是我們今天來講 度限不度限 是另外一件事 但是換個角度回來 今天他受到委屈 他現在委屈 他度限 但是他跟北京說 未來他們要承認 就是我們台灣的經濟 學衛官 學歷 貶值 甚至於說 他們未來要承認我們台灣 我們這台在做的事情 他們在二十年後要承擔 你們還記得嗎 在九零年代 九零年代 九零年代 有學運 七零年代 有保調學員的 一個抗爭 一個運動 馬英九 當時也是 七零年代保調青年軍的議員 那是政府受議員 那不一樣 他騎了很久 他騎了很久 我們今天要清楚 是一個言論自由 一個自由 今天這些學生 在當時候 李登輝有接見這些學生 給他們一個平台討論 但是換個角度 今天講回來 這些學生 今天希望政府騎出來 如果不是陳維庭 這樣子一個人 自己現在在承擔這麼大的壓力 他在那裡老面子 我請問 我們這些學生 昨天在那些 教育部長接見那幾個 二十個學生的時候 他會願意站出來嗎 今天他如果沒有願意騎出來 陳維庭今天如果沒有 帶到這些學生 沒有把這些訴求 伸張正義的講出來 把這些正義講出來 這些教育部長 今天還是坐在辦公室裡面 好啦 講你們在講 我不要在討厭 這就是我們現在的學生 為他想要清楚的一個公民正義 我不要跟大家講一個簡單的一個小故事 就要講洪春節這首電影 這首電影其實很出名 我簡單講 三個月你就知道 有一個女孩子被強姦了 結果呢 強姦的那個男生 在法庭上怎麼樣辯護 他說 我受不了 因為這個女孩子 第一個她長得太漂亮了 第二個她穿得太暴露了 第三個我經不起誘惑 那我經不起誘惑 是因為前面那兩個她太漂亮了 她穿得太暴露了來引誘我 所以我才會引起我的受不了 結果法官看不見 現在就好像這個學生一樣 這樣看到了沒有 這個學生其實訴求是什麼 但他現在被模糊掉了 所以洪春節後來 那個男朋友看不見 被強姦的女孩子怎麼辦 最後只要自立救濟 抓抓青抓刀 然後呢 把那個男的 為什麼 他要報仇他要報復 因為這個社會不能給他公道 這個國家不能給他正義 所以他最後只要自立救濟 我跟你說 這個故事其實是 這個電影啊 是Jory Forbes的演的 大概二十幾年前 三十年前的電影 所以我相信想到說 欸 你剛才提起我這個 我相信 有一點洛和福節 欸 國家警察我們休息一下 後來我們繼續